宋楚瑜信心满满 但是他找来的副手人选 就是林瑞雄教授 确实是让还蛮多人跌破眼镜的 因为林瑞雄他完全的没有从政的经验 一般人对他非常陌生 不过事实上在公卫学界 林瑞雄可是大佬级的人物呢 林瑞雄说自己一头栽进政坛 可能是鬼神的旨意 他还说不过挂 相信宋楚瑜的联署会过百万 不过呢林瑞雄也坦诚 他有美国籍 但已经委托律师办理放弃了 雄蓝色西装搭配衬衫 连领带也没打 超随性的打扮 谜底揭晓 他就是宋楚瑜的副手林瑞雄 事先完全保密到家 连记者会上的名牌 都用签字笔零食写上去 但宋楚瑜加起来 已经一百四十一岁 却搭档参选是张昭雄牵的线 谈起口号动作有些伸疏 却不断和宋楚瑜搶麦克风 好玩 好多话想讲 因为一般民众对他真的很陌生 七十二岁的林瑞雄出身台南 拥有双博士学位 回台后一手创立台大公共卫生学院 过去和沈富雄 前台大校长陈维钞都是同学 逃离满天下 包括杨志良 林芳玉 叶金川 陈其迈和李应元 都是他的学生 曾经在抗萨期间发表 SARS是经由性行为传染的言论 引发争议 作风特立独行 由老顽童和一介十三太保之称 在台湾的公卫学界 话字也跟当 但是进入政坛 他是超级大菜鸟 我一直发疑我的学者性学者性学位 能够在政治场面顾问吗 我一直怀疑到现在还在怀疑 我现在一头摘进去 好像有些有些怪怪的 我一直发疑 鬼神帮我推一下 像一层女一层团 我希望这是鬼神的本人之一 希望我能够提供更多对台湾 不管在公共卫生方面 国际交流方面都能够提供的经验 事实上林润雄出身台南 我觉得是不是要列解绿营 在南部的胜率的选票 我们觉得其实 我们是要高规格的严正以待 过去无所惜 不过这也是宋先生过去寻找 副手的一个模式 他说要素人 这些事情我们当然只能说尊重 人生第一次踏入政坛 林润雄就要挑战副总统大位 不过眼前的难题是 在他答应和宋楚瑜搭档时 明白表示自己有双重国籍 不过已经委托律师 依法要放弃美国籍 先向外界证明 这只闯入政治丛林的熊 是完真的 女士新闻 万岐沈培志 台北国道